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再度收看古王之尊 今天的盘很有趣 尾盘最后五分钟 偷拉 对不对 那为什么偷拉 当然呢 MSCI的一个季度的调整 那台湾有微微的被调升 所以你看到尾盘 哇 对不对 來做個偷拉的動作 整體拉了將近30點左右 但是這個偷拉下禮拜會開低 理論上下禮拜它會還回來 會吐回來 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金融股 尾盤有沒有偷拉 富邦金尾盤5分鐘偷拉 國泰金也是一樣 很多金融股都是要偷拉 偷拉 但是這種偷襲的不是真的 它也不是長久的 它只是因應季度的調整 那台灣被增加了 所以這些外資被動型的基金 就進來買股票 那理論上下禮拜它應該要開低 因為這邊來說不正常 它要吐回去 所以這盤來說 從我告訴你不要客氣開始 有沒有 指數最近的看回不回 很多的利空 也有很多的頭顧老師 會這邊跟你講 大跌 西波阻跌 怎麼樣怎麼樣 趕快放空 金融風暴 對不對 尤其是你看到最近的 東南亞國家的壁值都在扁 那當然 那些媒體這樣講 似是而非 也會讓你很害怕 不過古王之中我說 我有籌碼面 有技術面 甚至有架構告訴你 我說這邊一漲難跌 對不對 你看到不管是宏達電有沒有 宏達電啊 TPK啊對不對 宏基啊 盛華 這些股票 最近來說那麼多的利空下來 它都不跌了嘛 你看盛華是怎麼跌的 從去年開始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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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啊 有沒有 80元 670元 跌到現在12元 很可怕 但是你看到最近呢 這麼多利空它也跌不下來 洪基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最近的洪基呢 分分擾擾 一說可能要被賣掉了 有人要入主了 怎麼樣 我說無論如何啦 股價會說話嘛 對不對 量也會說話嘛 底部有量 那是表示好事情 而且呢 好的公司你看到真的是很慘 也是啊 去年 前年86塊這邊19塊 86塊變19塊耶 真的很慘 對不對 所以它最近也跌不下去 那這些大的股票 這些佔有全值的電子股 它跌不下去了 你說這個盤價怎麼跌 我請問你 所以我說 有時候看到一些頭顧老師 看漲縮漲 看跌 縮跌 或者說有一些頭顧老師 天天都是腦袋空空的 都想放空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也會覺得很可惡 因為你會害人 會誤導到人 對不對 我說趨勢產業籌碼 缺益不可 那趨勢呢 你看到美國股市 你看到中國大陸 你看到最近的一個歐美的經濟的情勢 它沒有理由看壞 對不對 了不起只是QE的縮手 QE的縮手 然後利率的走升 當然對美股來講會有一些壓力 不過這壓力 不是崩盤的壓力 是不是 那前陣子美國股市在漲台北股市又不跟 那現在如果美國股市修正 台北股市又跌 那就太遜了吧 對不對 我說台北股市為什麼不跟 因為台北股市現在跟的是中國大陸的股市 是跟的是上海的A股 對不對 跟的是這個嘛 那這個又在底部區嘛 所以台北股市一漲難跌嘛 只不過今天的偷拉下禮拜會吐回來一點 但是你如果說看到台北股市 最近的這三天底部連三紅 這是蠻漂亮的一個訊號 底部連三紅蠻漂亮的訊號 我叫你不要保守 對不對 甚至你看生技股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昨天很多人在講這支股票 我就說今天一定不好玩 今天就不好玩了嘛 所以股王智爭告訴你的 我說很多事情你過了一陣子 你來看 我講的都是領先市場 對不對 沒人講生技股的時候 我告訴你生技股還是長多不變 結果呢 智爭漲上去的 很多老師都有智爭 哇每個都是生技股股王啊 讚啊 就讚耶 今天呢 去追追看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說智爭漲多了 他總是要修正嘛 對不對 就算他不修正 你去追他也會很辛苦嘛 就像今天一樣嘛 有沒有 最高250 最低230 一天就20塊 一張就2萬 十張就20萬 對不對 這股票不是亂追嘛 但是我說智青的母公司是誰 這支嘛 我昨天也公開的送給你啊 對不對 我說呢 生技當然是長多嘛 現在政府就是在加持生技 這沒有錯 這是對的方向 但是呢 你要賺的穩又要賺的多 不是去追的 尤其是一些在高檔的 人家已經漲了很多 而且反應的未來的利多的 那當然不好玩嘛 對不對 你做股票不能怪人家說 啊 每次呢 媒體放利多的消息都在出貨 不行 你不能亂怪人家 有時候你要怪你自己 有時候利多不是利多啊 對你來講 有時候利空不是利空啊 對你來講 你要去辨別嘛 是不是 就是 我常常告訴你 當很多的頭顧老師 都在講一檔股票的時候 那就不對了 你不要管他在哪邊買 他喜歡帶會員去追價 去做生意 去炫耀 我說都無所謂 但是你自己 要有你自己的定見 對不對 我說 至勤的母公司 就這家公司嘛 有沒有 他現在 這邊呢 一定會填權 基本上長多的股票 一定會填權嘛 那昨天還在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 昨天呢 96塊的時候 我也告訴你啊 這家公司不錯啦 至勤的母公司嘛 那至勤長到天上去的 他一定會受惠嘛 而且他到中國大陸去 人家中國大陸多歡迎他 上海市來給他方便 來給他土地 給他資金 給他資源 為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人家也要生計 所以你看到今天為什麼他會好 這就是一個操作 這就是一個觀念 那當然 填權我認為是必要的 我認為是送分體嘛 對不對 96塊到106塊也可以賺10塊 而且你有買的好的公司耶 是不是 是不是賺得穩 是不是賺得多 所以有時候有些利多 你真的不要把它看成利多啦 等到報紙上會好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要去想想看 那個股票是在高檔還是低檔 對不對 甚至有些的媒體 散戶很愛看的媒體 對不對 那些新聞台 那些財經台 你很愛看 沒有錯 對不對 有些主持人 那有些的來賓 也很會說故事 但是說故事 都是看圖說故事 都是看 都是事後才會說故事 事後說故事 每個人都會說 只是有些人說得比較好 比較聳動 也比較誇張 那你喜歡去聽 你就去聽 但是你自己要去明辯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自己要去明辯 這檔股票到底是在高檔還是低檔 而且又是量那麼多的情況 又很多人在的時候 對不對 甚至有報紙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寧願不要賺那種錢 你也不要被套 甚至有些股票套下去是不得了的 對不對 希望今天有一檔股票 來 山陽 今天也是很精彩 有沒有 也是衝高之後殺低 來回就7%了 對不對 股價已經漲多了 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我說你不要再去追了 對不對 再去追對你絕對沒有好處 那他吵什麼題材 當然吵他為了 他在南港的土地 是不是 基本上山陽的本業也不是說很好 過去做HONDA 現在做HONDA 現代汽車 對不對 基本上本業也不是說很好 但是你看到股價已經大漲了一大段 量也爆出來了 何必再去追呢 是不是 我說股票不是追出來 有時候我反而會比較喜歡利空 真的 你看到股票的時候 有時候 你看到利空 有時候反而是好事情 尤其 利空爆大量的時候 尤其又在低檔的時候 尤其又在歷史低檔的時候 那個主力那個大股東出不了貨的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我常常告訴人 告訴會員 告訴一般的投資人 我說什麼時候最好出股票 掌停板鎖的時候 排隊一萬張兩萬張五萬張 鎖掌停板最好出股票 對不對 沒有人會跟你搶啊 你愛賣幾張 愛到多少貨就到多少貨 那什麼時候最好進股票 跌停板 封跌的時候 鎖了好多張的時候 鎖了幾萬張幾千張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也沒有跟你 也沒有人敢跟你搶股票 你要買多少你就買多少 那會去買的是傻子嗎 就像在高漲去賣的是傻子嗎 絕對不是 絕對是有利的人士嗎 所以你要去了解股市的道理 股市就是反群眾心理 對不對 就像這陣子很好 很多的利空 很多媒體就說金融風暴 甚至昨天我去俱樂部三文暖洗澡的時候 對不對 有一個好朋友 他有問我說最近是不是亞洲金融風暴啊 你看印尼頓也點得那麼多 我說基本上 人家東南亞國家是漲多的拉回 那你說這一波如果說真的要做一個金融風暴 那也會傷到美國 對不對 那傷到美國對歐巴馬有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啊 你看這次歐巴馬 哇話講得很大聲 要打西利亞 但是呢 這五個國家想一想 打下去也好像不太對嘛 對不對 你看英國國會就很聰明啊 否決啊 我打下去對我的股市也不一定好 對不對 那德國呢 德國 梅克爾又要選第三次 人家也要大選 對不對 你要選舉前一定要騙票嘛 那政治人物都這樣 對不對 選後再來搞嘛 要惡搞選後再來搞 選上的再來搞嘛 所以 基本上不要自己嚇自己 就像說昨天晚上 我就有空看一看各個財經台 看到有些老師在講生計了 對不對 很有趣啦 那當然都認識了 也不好意思講他們 那不過 真的很準耶 當他們在講的時候 你看到有些股票 當他們在講的時候 有些股票就這樣子 就會開始洗 所以為什麼昨天我說 送給你這支啊 對不對 這支至少不錯啊 今天你低檔買 今天呢 對不對也賺了3.6塊 對不對 那這一檔呢 還在低檔的一財小標股 我認為它有機會啦 中國大陸很多的土地啦 潛在利益好幾億嘛 對不對 那這邊呢 又是大股東的成本區 底部又放量 你說大股東會在這邊出貨嗎 那頭個壞掉 對不對 要出貨也在這邊出貨嘛 這邊大量你看 出貨 出完貨之後就崩跌嘛 這邊五十幾塊 這邊不到十塊 絕對有倍數的利潤 轉型一財絕對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在底部的 而且呢 是小而美的 而且還在底部還沒漲上去的 未來會飆的 這檔股票今天小漲一點點 給它一點耐心 但是你現在買 絕對是在低檔區 想要這樣的股票的 把電話撥通 我免費的帶你進場 我們進一段廣告休息一會 民國五十五年 全台國小每班約五十二個學生 當時約二十個年輕人 撫養一個老人 民國一百零一年 全台國小平均一班約二十五人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約四個年輕人 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也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談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它全部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02-2389-8689 2389-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它全部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有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做好環境清潔 清除積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樂的威脅 啊 毀了我的家 就沒有千千萬萬個我了 好的 今天尾盤的偷拉 說真的 這個盤 偷拉是不好啦 所以下個禮拜呢 理論上它還要再做回撤 但是呢 這個回撤來說我認為 還是一個個股表現的時代 因為你看到 基本上呢這個盤其實是走多的 但是量還是不夠 量到今天也才800億啦 800億的成交量 你要說每檔股票都漲 每檔股票都動 那個機會比較小 就像說昨天宏達電沒動 對不對 今天呢就拉2498的宏達電 很有趣啦 那TPK呢今天尾盤偷拉一下而已 漲了4塊錢 昨天TPK漲比較多嘛 有沒有 這幾天TPK漲比較多嘛 但是呢 宏達電呢 這幾天沒動 有沒有 沒動沒動沒動 突然就給你拉一天 所以 這個就是市場 它只有一套這個資金 這個主力它只有一套資金 那這套資金 它就是拉A出B 拉A出B 拉A出B 邊拉邊洗 邊拉邊洗 它也不會很乾脆 除非說 這個盤量出來了 台北股市放量到1000億 1200 1500 那種就漂亮 但是 沒有這種量之前 你的操作 絕對不能追高殺低 你還是要找主流的類股 我說主流類股在哪裡 中概加生計 你有改變 主流類股就是中概加生計 電子類股它只是跌升的反彈 除非你告訴我 宏達電 現在手機賣得比Samsung好 賣得比Apple好 甚至未來可能會 對不對 賣得比中芯華為小米都好 那當然宏達電就走常多了 但是這個機會大嗎 我相信你很清楚 對不對 就像聯發科也是一樣 2454的聯發科 併塵金是好事情 但是來說你看到 對不對 它就不動了 為什麼 基本上來說 對不對 它的獲利還沒跟上來 所以你說外資看好 外資看好 外資看好是看好 但是 外資也要看它的獲利 看它的成長性 就像說大力光也是一樣 有沒有 有人看到1300啊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大力光最近 也是一樣 橫盤整理 對不對 也不好做 但是有些中概股 有些生計股 它不管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智勤最近就很兇啊 智勤完了唐蓮嘛 對不對 今天再動到台偉庭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說呢 當然還有一檔啊 東陽也不錯啊 也是做新藥的智勤的母公司啊 它也要填權 所以這邊 有很多的好的公司 那甚至有些公司還在底部的時候 甚至有些公司還有機會 很大的機會的時候 它慢慢漲沒關係 但是你買在低檔區 你絕對是最安全的 對不對 你絕對是賺得最穩 賺得最多的人 我說做股票 第一個 要賺得穩 第二個要賺得多 不要追來追去 殺來殺去 一檔股票 十塊錢漲到一百塊 你買一張 有什麼用 對不對 一檔股票十塊錢漲到一百塊 你買一張兩張有什麼用 如果一檔股票十塊錢漲到二十塊 你買一百張 那就有趣了 對不對 那就一百萬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 賺得穩 又要賺得多 那當然你要找底部的股票 要找還沒有利多的股票 要找大家都還沒在彈的股票 當大家都在彈的股票 它就不好玩 對不對 就像是前陣子 1565嘛 金華光 很好啊 大家都在講啊 對不對 但是你說好玩嗎 等外資在講的時候 它就兜兜兜兜兜兜 就不好玩了 因為你把線圖打出來看 哇金華光是怎麼漲 對不對 是這樣子漲到天上去 你要買在這裡 不要吧 對不對 宏達電的教訓 TBK的教訓 還不夠嗎 所以我說 做股票 看到利多不一定是利多 這是我們的經驗之談 有時候我們看 奇怪了 這檔股票 有一陣子很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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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報紙就出來利多了 對不對 就像這陣子80765峰 有沒有 有沒有 他不會在這裡跟你講利多 他也不會在這邊跟你講利多 他也不會在這邊跟你講利多 他在這邊跟你講利多 結果呢 利多簽報之後有沒有 最近就不好玩 都一樣 那當然他們都有他們的生命在 也要看籌碼面 未來價量 未來產業的變化 我不是說 現在他就死掉了 我沒有這樣說 但是呢 我說 當你看到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看有短線上就不好玩了 他就會洗來洗去 對不對 那你又追到高的時候 你又害怕 殺下來你就賣掉 認賠賣掉 那長上去你又去追 這樣子不好玩 是不是 所以我說底部的啦 乖一點啦 底部的啦 不到10塊 那今天小漲一點 我覺得還不錯啦 畢竟他底部有亮出來 再來呢 他在中國大陸的土地還不錯 土地呢對不對 還有50亩的土地 那如果說照徵收的價格來算 徵收一畝呢 516萬人民幣 它的成本才6萬塊 那你說50畝 一畝賺510萬人民幣 就賺2億多人民幣 那約等於12億的台幣 對不對 那當然 阿拉嘎也不可能說 12億台幣給你啦 有可能呢 會打些折 但是如果就有3、4億台幣的一個土地的一個收益 任業在 對不對 股本多少 8.6億而已 8億多股票如果有賺3塊錢 股價應該2、30塊吧 至少嘛 對不對 那現在呢 8塊錢而已啊 你說是不是機會 為什麼 我要告訴你 股價在低檔的 而且不到10塊錢的股票 因為呢 第一個 量 不足 大盤的成交量不足 第二個 各位數的股票 股價在10塊錢以下的股票 其實它是比較安全的 它是長線的洗禮過後 充滿面非常的乾淨 就像前陣子 來 東森 有沒有 對不對 3塊錢漲到6塊錢 東森做購物台很好啊 對不對 是不是 3塊錢漲到6塊錢啊 那當然最近呢 因為王立寧的關係嘛 他要入獄了 所以呢 股價在整理 但是這邊也3塊錢漲到6塊錢 也1倍 對不對 那去年 華雅科經典嘛 對不對 1塊錢漲到10幾塊 16塊 對不對 這邊1塊錢這邊16塊 是不是 華邦店 也是一樣啊 有沒有 有沒有 3塊錢這邊10塊錢 也3倍 所以為什麼我最近 我說 這邊來說量不夠 你要買在低檔 那最好它是個位數的股票 那最好它又有潛在的利益 它又不會倒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就像東森 欸 你看到東森 東森3塊錢 那這種公司會倒 東森會倒 那電視購物很好賺耶 對不對 然後每個女孩子 回家就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 都在看電視購物 2塊錢先漲到6塊錢 對不對 它也是長線的底部區之後 有沒有 也是長線的底部區之後 有沒有 對不對 長線的底部區之後 才拉起來 拉了一個月就1倍了 所以我說 像這樣長線的底部區 又有潛在的利潤 又不會倒的公司 又做衣材的 又有土地的 它有沒有機會 自己想想看 想要買在低檔的 想要這種衣材的小標股的 把電話撥通 我下禮拜一親自的通知你 祝各位超順利 週末愉快 明天見 再會 拜拜 這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不妙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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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去面试 王岐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部 有钱责了 是吗 这本护照有够照 海洋世界爬了道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开步 当年启动至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其他投资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其他投顾 02-2389-8689 2389-8689 世人才就不会寂寞 有实力就能出头 我们正在寻找下一个千万业务专员 只要您有眼心 有信心 能挑战高薪 启发投资 尊财专线 02-2311-0220 2311-0220 师父 这次取经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别担心 这次出国前 我有先做出国登陆了 出国登陆是什么呀 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 或是洽商 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 登陆旅外资料 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 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 提供协助哦 阿尼 你 你 你